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7月30日的俄乌战报速递 在这里非常感谢花落平剧,还有望天上云卷云书Avelyn 这两位网友给雷哥的视频打赏,还有感谢过去所有的给雷哥打赏的小伙伴 感谢您对难民和雷哥的大力支持 在这里雷哥祝您事业顺利,心想事成,身体健康,合家团聚 好了各位朋友,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看一看双方的一个战损情况 首先是来自俄方的战损数据,是来自乌克兰国防部 截止到当地时间7月29日,俄军共计损失士兵40,670名,比昨天增加了170名 坦克1759辆,比昨天增加了10辆 步兵装甲车3995辆,比昨天增加了8辆 远程火炮906门,比昨天增加了6门 军用汽车2889辆,比昨天增加了19辆 无人机733架,比昨天增加了2架 那么雷哥呢,是依然没有在俄罗斯官方媒体上找到乌方的战损消息 作战简报也没有,那我们继续来往下看其他的节目 来看一下双方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 当地时间29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没有坐镇首都基辅 而是来到了乌克兰南部奥德萨地区 探望了当地的一家医院,并向受伤的士兵们表达慰问 据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发布的新闻稿 泽连斯基和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林克 英国大使西蒙斯,意大利大使扎作,加拿大大使加拉萨 以及德国大使菲尔德·胡森等一众外国代表 一同访问了奥德萨州的切尔诺莫斯港 而该港口正在为了粮食出口而忙得不亦乐乎 泽连斯基说,第一艘货船 这是战争爆发以后首艘装货的船只 这是一艘土耳其的货船,代表港口已经开始运作 泽连斯基接着表示,乌克兰方面已经准备就绪 目前在等待联合国以及土耳其的通知 接到通知后,船只就可以鸣笛起扛 将粮食出口到世界各地 泽连斯基后来还访问了一家医院 探望了那里不幸受伤的战士 其中有部分是来自世界各国的志愿军 泽连斯基和战士们进行了互动 也祝他们早日康复 再来看第二条消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当地时间周五通话 这也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后的首次通话 过程中,拉夫罗夫对布林肯重申 俄罗斯会努力达成所有在乌克兰的军事任务 布林肯表示,两人的对话坦白且直接 他向对方强调全世界绝不会接受乌克兰领土被吞并 拉夫罗夫则表示,俄罗斯会尽力为达成所有 特别军事行动所设立下的目标前进 此外,两人也讨论了交换囚犯的问题 布林肯呼吁克里姆林公接受美国提议 让球星格林娜与前海军陆战队队员韦伦回国 前者以携带毒品罪为由被关押 后者遭俄罗斯认定窃取机密,处16年刑期 本月早些时候,俄罗斯通过非官方渠道向美国发出了请求 俄政府希望释放俄罗斯籍囚犯 维克多·布特和瓦迪姆·克拉西科夫 同时,俄方愿意释放被关押在俄罗斯的美国囚犯 篮球运动员布兰尼·格林娜和律师保罗·惠兰 消息人士告诉记者 该请求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同意 因为有两个原因 一是这个请求是非官方的 二是罪犯现在的关押地是在德国 一位德国政府高级消息人士表示 为了凸显拜登政府将美国囚犯接回到美国的决心 美国官员曾接触过德国相关人员 并问询是否可以用俄罗斯求换 交换美国囚犯 但这样的谈判没有达到政府层面 对是否可以交换双方囚犯 也没有做出明确的表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表示 美国几周前已经就释放关押在俄罗斯的美国囚犯 提出实质性的建议 美国政府也已经多次直接就这项建议 进行了多方沟通 再来看第四条消息 综合媒体消息 周边欧洲国家收容了数以万计的乌克兰难民 其中位于东欧前线的波兰更是首当其冲 据联合国统计 波兰总共收容了超过100万乌克兰难民 然而尽管波兰对乌克兰难民伸出援手的举动令人动容 却也不仅让人质疑波兰是否也会平等对待非乌克兰籍难民 联合国人权特别程序组组织2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请波兰政府停止对难民差别对待 联合国移民人权的特别报告员莫拉莱斯日前结束了走访波兰和白俄罗斯边境的13天视察行程 28日他将旅途中所见所闻的人权议题绘整成了一份完整的调查报告 除了因俄乌战事而恶化的难民危机以外 也讨论了波兰和白俄罗斯长久以来的边境难民争议 在该份文件中显示 莫拉莱斯表示对波兰当局和人民愿意提供给百万乌克兰难民协助和屁股的行为 表示赞取 同时也强调 那些非乌克兰裔的难民并没有得到完善的保护和居住许可 至此无法享有与乌克兰籍难民同样的法律保护地位 这些非乌克兰裔的难民大多数来自中东 亚洲或非洲 他们可能本来就在乌克兰上学或者是工作 但也同样因为俄乌战争爆发而被迫逃往波兰 却遭到波兰当地政府对不同族裔的难民差别对待 莫拉莱斯指出他担心这种双重标准的行径 会让这些第三国的国民有备受歧视的感觉 而早在乌克兰难民大量涌入欧洲前 波兰于2021年就已经面临到白俄罗斯边境难民危机 当时波兰政府在该区设立了紧急区域 并立起了铁丝网 据估计当时许多来自中东和阿富汗的难民 因为寒冷而在森林沼泽中死去 当时欧盟和波兰指控白俄罗斯是在利用难民对欧洲进行报复 让这些难民以非法的手段进入欧洲 因为当时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在一场极具争议的选举中赢得了总统的位置 结果引来西方的制裁 对利用难民来当作报复西方制裁的工具的指控 白俄罗斯政府强烈否认 对于联合国人权特别程序组织的声明 人们的意见也各不相同 纷纷表达力挺波澜 有人说这是他们自己的国家 波兰可以高兴谁进来 谁就能进来 还有人说 波兰已经容纳200到400万之间的乌克兰难民 这已经是波兰最大的诚意 如果没有人去照顾非洲难民 那这也是你们联合国的责任 再来看最后一条消息 俄罗斯开始军事行动后 强制扫荡至少200家俄罗斯独立媒体 在国内创造支持军事行动的言论 有媒体28日报道 TVRain Estaris Novia MediaZona Verska等独立媒体 陆续在拉脱维亚首都 里加等欧洲国家重新开放 通过群众集资 补助或转战主流网络平台等方式 维系运营 继续设法向俄罗斯国内传播非官方信息 在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后 克里姆林宫以信息战为由制定新法 对散布不识信息的媒体 做出最高15年的刑期判罚 造成数百名记者流亡海外 已有12人被控违法 还有3人未审先押 另有数十家媒体不得不停止运营 或是放弃报道军事信息 2010年成立的俄罗斯主要独立电视频道 TV Ryan 在被迫关闭4个月后 近日在里加重新开播 总编辑贾德科 亲自主持一档报道乌克兰新闻和 俄罗斯逮捕行动的节目 并直言他自己就在战场上 他的工作就是让大家尽早的回家 TV Ryan靠着募资重启后 开始通过未遭俄罗斯封锁的媒体平台盈利 订阅人数已经突破330万 还在阿姆斯特丹巴黎等地设立工作室 调查新闻网站 Extories在3月被官方贴上不受欢迎组织的标签 与这类组织合作者将面临6年刑期 创办人兼总编辑雅宁表示 俄罗斯记者只有三个选择 坐牢闭嘴或是离开自己的祖国 而他决定转战阵地到欧洲国家 由于安全的原因 并未透露自己工作室的位置 目前运营依靠补助 主要工作是与俄罗斯境内记者暗中合作 揭露疑似犯下战争罪的俄罗斯军人 俄罗斯首屈一指的调查性报刊 新报在俄罗斯已经停止运营 但今年4月在李嘉设立了欧洲新报 并在多个地点聘请超过50名记者 总编辑马丁诺夫表示 他们对上位迷失在官方宣传中的 俄罗斯读者负有责任 必须让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新报原总编辑穆拉托夫 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 但俄罗斯监管当局 已告知法院撤销该报执照 维尔纽斯为主要根据地的 MediaZona 持续派秘密记者前往俄罗斯法院 报道因批判战争 而背叛有罪的案件 也据公开情报统计战死俄军人数 其实际死亡人数是俄罗斯官方公布的三倍 此外 4月底成立的新媒体 维尔斯卡 在捷克的布拉格 娇治亚的蒂比利斯 维尔纽斯和俄罗斯首都 派驻记者持续记录 弃战俄军名单 据报道 多家媒体选择在里加重新运营 不仅出于当地人会说俄语 在地理位置上也紧邻俄罗斯 重要的是因为当地政府敞开双臂 欢迎俄罗斯记者入驻 好了各位朋友 以上就是雷哥为您分享的双方的消息 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俄乌双方的实时战报 俄乌军事冲突第156天 以下消息来自乌克兰国防部 在西维尔斯科方向 俄军在俄罗斯境内继续使用远程火炮 对切尔尼克夫州苏梅州进行炮击 在哈尔科夫方向 俄军炮兵继续对哈尔科夫市 卢比日内 乌地 德门提伊夫卡 斯拉蒂尼 巴扎里夫卡 别列莫哈 马亚克 扎姆里夫卡 利斯内 索斯尼夫卡 斯维特里什内 伊万尼夫卡 克罗波齐基内地区进行炮击 俄空军在斯塔里萨尔托夫地区进行了空袭 在斯拉维扬斯科方向 俄军持续对 多利纳 波格罗迪切内 克卢尔卡 克鲁什乌瓦哈 维尔诺皮尔 苏利基夫卡地区进行炮击 俄空军在 胡萨里夫卡进行了空袭 此外 俄军一支侦察部队在石楚里夫卡地区遭遇乌军 俄军侦察部队全部阵亡 在克拉马托尔斯科方向 俄炮兵持续对 西维尔斯克 伊万诺达里夫卡 克里瓦卢卡 塞列波尔扬卡 赫里霍里夫卡 资瓦尼夫卡 斯皮尔内 维姆卡地区进行炮击 俄空军在 谢列布里扬卡 斯皮尔内地区进行了空袭 此外 俄军在 维尔克诺 卡米扬斯基 遭遇乌军强烈反击 俄军随后撤退 在巴赫木特方向 俄炮兵队 舒米 科德姆 索莱达尔 巴赫木特 维赛拉多利纳 特拉夫内夫 维尔西纳地区进行了炮击 俄空军在 波克罗夫斯基 新卢干斯克 索莱达尔 维赛拉多莱纳地区进行了空袭 此外 俄军部队在 索莱达尔 维尔什 塞米西尔亚 三个地区 均遭乌军成功反击 俄军受损后撤退 在阿富基耶夫卡方向 俄炮兵队 帕夫里夫卡 阿富基耶夫卡 维赛来 乌格莱达尔 沃迪亚内 新西尔卡 皮斯基 新卡利诺夫 克拉斯诺霍里夫卡 舍普勤科地区进行了炮击 此外 俄军在 阿富迪夫卡 卡米安卡 克拉斯诺霍里夫卡 皮斯基四个地区的推进 均以失败告终 在扎布罗热地区 俄炮兵持续队 费里米夫卡 阿尔西夫斯基 新布尔地区进行了炮击 在南部战区 俄乌两军持续相互炮击 阻止乌军继续向南推进 好了 各位朋友 以上呢 就是雷哥为您分享的所有的信息 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 还是希望您照顾好您自己和您的家人 让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